这个眼睛有什么红啊 我刚睡醒觉 是吗 眼睛是不是特别红 我妈妈的眼睛 右边这个眼睛呢 是平时就这样吗 还是视眼睛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这个眼睛 是什么事吗 10多岁去吧 是那么意思啊 你画你的眼睛 戴眼睛 你画眼睛还近视镜啊大家 画眼睛不是黄是白 不是不是黄是红 有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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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什么颜色呢 没事我看看 朋友看看牙 也挺白的 大爷大麻来乡亲 大爷上来就对着大麻来了360度 全方位的大检查 就俩牙齿和眼珠子 都得戴上花镜仔细瞅两眼 整得大麻一脸蒙圈 几个意思啊这是 咋感觉这么别扭呢 田大爷 今年61岁 退休金每月6000元 有方 我都得这么看您 大家上面的空气还新鲜吗 那老新一年了 跟下面接人不一样 您精神高是多少啊 1米96 1米96 太高了 要说大爷真1米9高 海拔还真挺吓人 高大爷年轻时也曾有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奈何大爷不知足 平淡的婚姻生活让他感觉很是无趣 于是便开始在外面培养兴趣 最后把自己小家也得培养没了 外面哪都好 就唯独身边的不好 就两个人不合拍的 他那个样 他那个状态你就烦吗 人家也烦你 你不是说我管烦人 人家先烦你 你才烦人家 我那时候也老毛 老多毛咪了 喝酒打麻将 这有啥说啥是不是 这不是说我给他装好人 我那时候喝酒打麻将 喝多了刷酒疯 九十万像毒品一样 就你粘上来 喝 是不是 他就越喝 他就 不知道收 不知道收啥 不知道控制 然后还打打打架 对啊 玩到啥程度 不知道回家 收也不回 毫无悬念 吃喝嫖赌样样粘鞭的铁大爷 最后落了个妻离子散的结局 虽然悔不当初 但也欲事无辜 话说少来 夫妻老来办 如今看着人家老两口 手牵手逛在场 心生羡慕的甜大爷痛定思痛 戒掉所有不良嗜好 写起了小作文 嗯 可以伤财 但是别伤女人心 女人是用来疼的 打什么都不能打女人 女人很傻的 从她爱上你的那一刻 便身心俱富 您是很认可这些观点 是不是 也是想 感觉她毕业不错 是不是 你记一下 虽说写的挺是那么回事 可是不是真的改掉 那就真不知道了 对于再找老伴 大爷说这辈子月里无数 现在就想找个看着顺眼的过完余生 了解完大的择偶诉求后 红娘找来了今年50岁 退休金每月2000块 有房的佟大姐 大哥过来 刚才下雨 我都没详细介绍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大哥叫田永国 这个大姐叫佟佟 这位认识了 是不是 人还行就普通人 很普通 但是就是长相魁不太暗了 那是您喜欢的小吗 类型不反对 但是想找个 她能聊聊是吧 肤色最好是亮她一点的 白色的 太暗了 但是大姐身高还挺高的 身高还行 身高还能接受 然后她还没啥负担 对这点挺好 那时候就可以继续聊聊 也行 不要以为你长得稀有就是个宝贝 现实和想象往往不太匹配 人家大妈照样也没瞧上你 但是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看她都60岁了 我感觉她还挺年轻的 而且她身高特别难长 比96她条件也还行 确实她长得挺年轻的 但是她身高 尤其是她身高 我觉得挺难找 条件也还行 那再聊聊 行 虽然都觉得不是自己的离异想象 但也不是没有谈下去必要 于是两人都决定坐下来好好闹闹 跟你一样 也是离异退休姑娘结婚 都这种状态 下岗那段时间干啥呢 干了很多 什么做买卖开饭店 大多数是呆着 你是怎么离异的 你俩谁牛外遇 谁牛外遇 就是感情不和 看来你是兽兴老师批霜 活得不耐烦了 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喜欢吃野食吗 不会唠嗑就少说两句 如此口无遮拦 我怕你下半辈子注定孤身一人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爷的骚操作 远不止现在这么简单 演员真的不白呀 我演员不是白的 但是我从小就是只有演员的 师傅这儿吗 十多岁 少八十个岁 是那么意思啊 是那么意思啊 我看你的眼睛 对 这是花精还近视镜啊大家 花精花精 那眼睛不是 它不是黄 是白 不是不是黄 是红 有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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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和白透明的吧 不像一个那么清凉的 从小是这样 从小是这样 嗯 大姐对这个身体 正常做化还挺关注的 是不是 那你看你这 是不是 那大姐你这不是身体的原因吗 不是 我大姐听到她的草的真正 你看她把她整出话了呢 对她的草的 性格是干啥的 一整一整一 都干啥的 是不是 这没有眼眉啊 啊 有没有眼眉 那我外好奇 你的头是眼的 还是 就知道啥 我又不是外国眼 肯定是眼的 白了 对啊 牙什么颜色呢 没事我看看 朋友看看不牙 啊 也挺白牙嘛 嗯 牙也挺白 咋的这是 验声后呢 没到防疫部门工作 还真是屈才了哈 得亏大妈脾气好 不然今天你只能有两个下场 要么120抬走 要么110带走 不是上新闻 就是下户口 一切验声完毕后 大爷对大妈的好感开始上升 为了不让大妈有非闻之想 大爷决定提前打个预防针 这个过年就在一起 也不用女人说 投入多少 生活费用 是不是 我也能承担得起 但是对于这个 那个就是所说的 婚姻那种 不良的那种哈 说什么要的彩礼了 或者什么这呢 你给我买点金的盐的了 对这个我不认可 就咱实话实说 因为啥 这些东西都属于感情的投入 这个是不是 对对方的这种认可 那些的 大姐也没提 大姐你有这方面要求吗 没有 这些东西我都有 你都有 就是不在意要彩礼 不需要 不需要彩礼 对那就是好 是不是 我说大爷 你这事的有多抠 人家不给你要 那是人家的态度 你想一毛不八百捡个媳妇 那就有点过分了 为了避免大妈日后反悔 小肚鸡肠的田大爷 再次跟大妈反复确认 确定不要彩礼了 是不是 是不要彩礼 不要吗 对 不要彩礼 不要什么金的盐的 这都不要 就不用男人说 你看我跟你在一起生活了 你得表示表示 不用 是不是 是不用 表示是你的事 但是我不要 我只不过是不缺这些东西 你快拉到吧 要换个脾气爆的 你今天这突脑花蛋 就能被咽成乳蛋了 你想找个能做饭 能洗衣 修书还能开拖拉机 能喂鸡 能喂猪 饿了还不能伸伸手的另一半 那你也得配得上啊 你一毛不拔还想要东东西 大姐能给你这个机会吗 我俩好像性格不能结合在一起 为啥呢 不是说我看了没有演员 大哥就是不好 就是没人的感觉 对 就没有想在一起那种感觉 这是很关键的 他能说出这话 他对我也这样 其实他说我不反应 我说他也不是反应 是不是大哥 对 就这样了 我听大哥的 好了 今天的相信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们评论区见